其实我刚刚提过啦 反正就是你一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 那你要用什么样的运算值 就是说如果你是乘 它就帮你改个乘代 如果你是除就把它除 除完的结果帮你显示 就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大概demo一下 这一题其实基本上不困难 我们来看204 那执行的话 理论上我就是照题目要的 比如说我输入30 Enter 20 最后要乘的话 就给它一个STAR 新号 Enter 600出现了 其他的话当然他有提到 你可以加减乘除除除除 还有那个person 那个都可以 所以特别注意 逻辑上就会相对比较复杂 怎么做 第一个 一样我们要宣告input 因为有两个 根正有三个 哪三个呢 就是什么 第一个 你要那叫倍乘数吧 乘数 然后你的运算值 所以会有三个 然后特别注意这个要转型 这个也要转型 但是这个就不能转型了 因为之前我做的蛮顺的就是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一样就想说用复制的 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把它复制过来 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星号 你星号之后你用eValue eValue里面的东西虽然是要是一个次串 可是你转型过来之后 如果它里面不是数字就挂掉了 有没有 这个地方 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这边也有卡住 知情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忘了 忘了把那个eValue去掉 30 20 然后加一个星号 Enter 它出现什么 语法错误 为什么 因为这个转完之后里面不是放个数字就挂掉了 所以特别注意转型的话 这边假设是星号你这个就不用了 所以把它拿掉 这个也蛮常遇到的错误 那再来的话多一个变数 ens 就是最后成完的结果 这个其实没有 好像 OK 这个就加一个第三个变数 第四个变数 然后再来的话就逻辑判断 如果 这个里面输入的是用加 那我就把它加的结果丢到answer 反之就减 所以一直类推 加减 乘除 然后再除除 然后再一个person 求余数 然后最后把结果print出来 其实好像也没想象中困难 对不对 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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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先做 然后再复制加一个else el 然后再加一个else 就把它复制 把它改改改改 OK 结果就完成了 这个大概是204题 请各位试试看 那再来206的话 我顺便讲一下 其实206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它要的就是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词 如果是介于80跟100之间就a 然后bcd 不是bc 最后是f吧 它这个逻辑比较不一样 最后是f不是d 那如果说我今天 它这边有个输入79是b 我们试一下 基本上这个逻辑 好像前面有讲过类似的 就是成绩的判断 比如说79 enter 它应该输入b 但是这一题的话 最后呢 有个地方 有一次同学问到 就说 这个地方end 如果说我今天 假设我不要中间加个end 其实你有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说 你可以 把这一行 写成另外一种写 因为之前也有同学问到说 另外一种写法 因为书里面好像写另外一种写法 你可以把a放中间 然后怎么样 把这个a拿掉 然后把那个运算符号 把它摆在 这个a把它摆在他们 这个两个中间 所以这个放在这里 如果它大于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大于 这样子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摆在 反 反 应该是 应该是 这边吧 要大于等于a ok 小于 所以这个方向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跟写成上面那样子 的结果是一样的 ok 看懂意思吧 上面的写法跟下面的写法 结果会是一样的 而且这两种写法都对 只是说 每个人写的习惯不一样 像我自己是比较习惯写上面的写法 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为什么不写下面的写法 因为我不习惯 就这么简单 ok 那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没有问题 所以两种写法 你看你比较习惯哪种写法 你就写哪种写法 都可以 ok 所以这一点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种写法 ok 因为我记得好像他因为是看 那个参考的答案书 里面是写这样子 然后就跑来问我 老师你为什么写的跟他不一样 不一样是很正常的 每个人写法都不一样 所以 你怎样有不一样啊 你不要觉得很意外 ok 试一下把那个A204 就刚刚提到的这个运算值的逻辑判断 跟这个206 这个成绩的判断 这两题也许试做看看 ok 这个运算 算数运算 画面先还给各位印象 所以写法可以在斟酷 我不知道怎样会不会放个A204 我把那个A204拿掉 你说A204拿掉是不是 对 因为你下面A204拿掉就要去宣告出来 它等于是已经有了 已经定义了 可是问题它是在它里面 它变local 区域变数 可是我执行是ok的 执行是ok 可是逻辑好像可以 但是如果回圈就不行 floor里面的东西 上面如果没有在外面宣告一个痊愈的 好像会坏掉 试试看 这个如果拿掉 我这边是可以 30 20 成号 对可以 所以逻辑 这边 不宣告可以 但是如果回圈就不行 回圈就不行 对 你如果说它今天是用for的话 对 用for的话 对 啊逻辑的话 这边看起来应该是可以 不过理论上我是觉得 应该 因为它就是底下一阶的 这变成它是区域变数 因为它今天A204 它也不是说要去A204 A204 或什么之类的 它反正A204 就很像说不止港币 所以反正就放它上来 它这个 就是说如果你放在这一阶 它变成说 它是全放在一个外部 就是一个global 就是全部 其他的程序要存取 都存取得到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里面这一阶 我的理解是 它就放在一幅的程序里面 它变成说它就是 它在它里面可以被存取 但是它的外面就怕会存取不到 所以会先宣告一个 比较保险 对对对 但是它这个可以执行 就跟我原来认知有点 对 不过我就还是反正我都写保险的方法 就反正还是宣告一下 因为回圈也是这样子嘛 然后逻辑也这样子 反正我就尽量就走保险的方式 对对对 所以当然可以试啦 我是觉得有些东西 因为它 我本来就写的方法 然后当然有些同学会问 这个方法 也可以就把它就记起来就好 因为我最近不太懂 那时候Angela你翻了一秒数 因为你条件成立之后 他义父已经出现的时候 他应该都是跑那个义父底下的那一个 那时候才就正常来说 可是意思就是 因为他在义父的下一阶 他在下一阶 会怕是说 他会不会义父里面 他这个 他会是在义父的区域变数 就是他在义父的下一阶里面 可以被存取得到 但是如果说他跳出了义父的 比如说他又 像这个print 他是跟义父是同一阶 那他就存取不到他的东西 就有点像你家的东西嘛 你就放你家里 如果说人家是另外一家 那他要去你家拿 你就拿不到了 除非你要把你的东西放在你家外面 对 这个概念是类似的 对对对 只是说 他有时候就是会尽量 会怕 有的时候他 你可能 没有注意 而吵真错误 他就也给你一些 宽松一点的写法 对对对 好的 OK 等级判断 等级判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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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